那来吧,藏丸阁的冲云霄终于进入了最后的合体阶段 现在其实桌子上面已经摆了一大片的东西 满满一桌子 不过我们首先还要先做一个准备的工作 拿出来 牛 这一回给这个地方增加了两个增强的补件 这里需要手动安装一下 我们先要把这两个螺丝卸开 开出来这个零件以后 星星里边会附带一个这样的增强补件 我们沿着凹槽滑进去 即可 照着这个形状进去就行了 它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往处翻折这个零件 这样滑到往里插入 沿着缝隙线贴合即可 翻折过来就可以通过这两个挂钩 锁在这个黑色的零件上 这样的话 野牛这个背甲就很结实 不会松脱开 把它的武器组合一下 首先拿出这一把大斧头 拉开 这里边有弹簧的零件 直接堵就可以 堵上去以后 这个地方进行锁定 接着是这两块 滑进去 把这半个先拼合上去 然后前方这里 摇锁住 接着拿出这半边直刀 插进去 再拿出这个 插入 最后这两个拼在一起 哇 这把大剑 太长了 接着我们来看臂炮的部分 哇 这个卡扣插起来非常的紧 另外一边扣盒之前呢 把这边的这个握把旋转180度顶上去 然后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握把旋转下来 卡扣插盒 这个时候就可以把中间所有的卡扣 舀在一起了 这把枪拿过来拉长它 最后一步 把上边的这一节旋转下来 套在这个桩子上 你就可以当成冲云霄的手枪 握在手里边使 当然冲云霄标志性的是臂炮 我们拿出大棚 展开这一片 拿出来犀牛带的这个连接扣子 把这插上 好 我们准备开始大合体 注意这个脚踝的接地关节的齿轮在哪个方向 犀牛应该是这条腿 这里的滑槽 踏进去 滑到底 哇 超级巨大的一只脚 野牛 是这一只 卡到底 接着往上伤 我们拿出猩猩 T型的滑槽 直接滑上去 好 此时腿部的增强部件链接 我们先把它打开 然后对准这下方的一个卡槽 先把它塞进去 塞满 然后上方这里 卡进两个红色的孔中 这半边先绕过来 牛头往下拉 好 卡过去 这半个再卡过来 中间的卡槽先结合 卡到位 插住 然后这里再锁一下 膝盖甲翻上了 其实现在的这个操作就等于把大腿夹粗了一圈 而且让这个膝盖这一块的合体连接更加的稳定 好 我们继续往上 拿出来金狮子 先插入 再往前推 滑倒 然后是手臂链接 滑槽拉进去 猛虎 大鹏 最后的大翅膀 哇 可以说 现在组合起来 我基本上已经举不动了 哇靠 终于合体完成 好家伙 太累了 就现在的这个状态下 我基本上是举不动的 太重了 端起来 腰都疼的那种感觉 本身单体的角色就已经非常非常重了 更何况他把八个半成员全部组合到一起的分量 想端起来绝对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那这一回的赤油合体完了以后 气势绝对是够足的 也着实能感受到那种天神下凡的气场 可以说这一圈把玩下来 因为每一个角色都要变成他的合体形态 进行一个最后的组合 玩了一圈还是挺累的 等了这么长的时间啊 终于是把所有的成员都组合了起来 在合体完了以后的那一刻 其实成就感还是满满的 再加上身上的这些细节涂装点缀 各种金灿灿的这种效果放在一起 尤其在过年的时候会显得特别的喜庆 再加上整体的一个质感和分量放在那里 也绝对是你柜子里边的镇宅神器 基本上不会再去变它了 也不会再去动它了 太累了 现在我也终于想明白 为什么会给野牛增加替换部件 为什么会在星星里边带两只脚丫子的增强部件 以及大腿这个地方 为什么包了一圈装甲下来 来锁定的更稳固 因为太重了 就光上半身这四个成员已经很恐怖了 更别说所有的压力全部集中在了脚踝膝盖的位置上 如果不增强的话 我觉得可能会散掉 还好吧 这回增强完了以后 完全组合形态的话 稳固度还是可以的 但是不要想着摆什么可动 说实话 现在这个关节撑的力度已经不怎么强了 包括 大鹏的这只手臂上面 现在挂上了臂炮以后会更加的重 虽然这个齿轮关节也很给劲 可以稍微的举起来一点点 但是 再举的话 也还行啊 这个肩膀是撑得住的 但是它现在已经往前倾了 这个大剑起到了一个支撑的作用 特举的话 这个关节就有点撑不住了 另外就是腿部这里的可动啊 其实来说 它插上了这两块装甲以后 是不影响它取腿的 因为后边这里还有一个连杆的转轴 几乎可以和齿轮关节保持同一水平的话 就可以来回的动 但我想尽量还是别动它了 能撑住就可以了 这个东西我觉得已经不是把玩的东西了 其实最终组合起来也只是为了一个观赏性吧 合体的头雕 非常的帅气 而且有LED灯光的融入 因为现在补光太强了 可能看的不是很明显 巨大的翅膀 羽毛打开了以后 这个翼展相当的恐怖 狮子的鬃毛 整体的胸甲 以及透明件的融入 合筋的牙齿 嘴巴里边的一些质感非常的强 但是这个腰身感觉好细啊 这一块 裙甲大猩猩组合起来 蹲蹲实实的 两条腿 质感也是非常丰富的 两只狼变成的大脚板 增强了稳定性以后 加上了合体的支撑部件 稳定性还可以啊 撑的完全没问题 地炮 所有成员的火器组合起来 细节也是非常丰富 再加上这把赤油大剑 但是呢 这把剑有一点问题 可能是前期的成员太过久远了吧 这一侧的剑尖啊 我手上的这一套会发现一点色差 这一块的颜色会偏黄一点 另外的一侧会橘黄一些啊 可能这个是最大的问题了 所以呢 我个人的建议啊 当你组合完了以后 就这样摆在你的柜子里边 就不要动它了 一个是把玩起来太累了 再一个 这么重的玩具 关节支撑的压力非常的恐怖啊 就看最后能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了吧 但尊贵来说 无论是做工质感用料 变形设计 涂装细节 以及最后合体稳固度增强的这些部件 还有它每一个角色的妙用法 甚至于两只手都可以组成螃蟹 没有任何一个零件是多余的 设计的想法非常的厉害 但是它太大了 太重了 组合起来的气势非常足 摆在你的家里边 绝对会非常的唬人 但考验它的是地球的引力 其实对比下来的话 小赤友反而会更方便把玩一些 这套大的更多的是用来战狮的 但确实话说回来 就今年所有的产品战狮这一块 他论第二谁敢认第一呢 庞王阁的赤友这一套终于完成了 那接下来的硬龙将会有怎样的表现 以及小赤友什么时候能组合起来 我们看后续的跟进吧 当然这一套咱们就玩到这吧 这一套咱们也好的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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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